自4月以来 印度爆发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震撼全球 实际上不仅仅是印度 整个亚洲的形势都不容乐观 在南亚 尼泊尔疫情堪比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阿富汗和布丹等国都被疫情席卷 在东南亚 柬埔寨领导人洪森说 柬埔寨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 菲律宾进入3月新增病例激增 4月多日新增1万例以上 印度尼西亚5月多日新增病例5000例以上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等国都面临严峻的防疫形势 在东亚 日本新一波疫情接踵而至 在西亚 伊朗4月多日新增2万例以上 去年在疫情控制上领先全球的亚洲国家 为何在今年纷纷沦陷了呢 被传为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异体 又到底有多危险呢 从进入4月以来 亚洲已经连续6周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第一增量周 连续7周成为全球第一增幅周 全球有15个国家与地区的周增幅超过10% 其中9个在亚洲 国际红十字会亚太区总监亚历山大马修表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整个亚洲大部分地区 呈爆炸式增长 在过去几周中 亚洲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超过了美洲 欧洲和非洲的总和 这次新的疫情的爆发来自非常凶猛 甚至别2020年的2月份 1月份 3月份 它的这个全波失落和快 新的疫情的爆发 很多都是一些变异的这些堵株 那么这个变异的堵株 由来自于印度的 欧洲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所以造成我们这些亚洲很多的国家 除了中国以外 很多的国家 这个疫情有失困的态势 的确 变异毒株 是亚洲疫情反弹的原因之一 目前变异毒株分为三类 一是属于特别需要警惕的 包括英国的B117变异株 南非的B1351变异株 巴西P1变异株 二是值得关注的 包括印度B1617变异株 三是其他变异 无需关注 此外 印度国家生物学基因组学研究所研究员 辛纳斯瓦米称 现在印度又出现了三重突变株的变异新冠病毒 这种三重突变的毒株 现在被命名为B1618 其传播力比其他变种毒株更强 5月21号 泰国首都曼谷 朗斯区一处建筑工地的15名工人 确诊感染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B1617 曼谷传染病委员会随后通报 已为该区域内的所有1667名建筑工人 进行了病毒筛查 结果显示 有1107人感染新冠病毒 感染率高达66.4%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泰国这轮疫情中 监狱也成为爆发最猛烈的区域 据泰国媒体报道 在近期接受检测的24000余名囚犯中 确诊率超过40% 在最严重的监狱 确诊率能达到60% 远远超过泰国其他区域 图了不是 Gü力丹冠病毒 如 ago 到� Ottoman 比陵部 10 国内 2 离 �� 80 P 9 2 1 1 2 对这种恶劣局势 泰国司法部长表示 在综合泰国目前疫情 以及监狱现实情况后 将会在6月份 释放约5万名罪犯 以减轻目前监狱的防疫压力 而在日本 此次疫情大流行 也与病毒变异密切相关 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 如今却被日本媒体称为 比印度疫情还要严重的地方 大阪约有900万人口 仅占全国总人数的7% 但其5月新冠死亡人数 却占到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5月13号发布分析结果称 目前日本全境90%以上的患者 感染了来自英国的 B117变种病毒株 在京都 大阪 兵库 几乎为百分之百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调查数据 变异病毒的感染力 要比现有的病毒感染力 高出70% 同时死亡率增加40% 我们知道那种病毒比原本更危险 我们也知道它更加死 的确 根据庆英大学与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共同调查 发现日本不仅出现了英国变异毒株 南非 巴西及印度的变异毒株 都已在日本发生群体感染 更可怕的是日本本土的日本变异病毒也已经出现 并开始流行 而在越南 新冠疫情也从5月中旬开始大规模爆发 越南63个省市已超过30个省出现疫情 越南卫生部长阮青龙5月25号在声明中说 此次越南发生的新冠变种病毒传播非常迅速和广泛 虽然阮青龙未提及变异病毒来源地 但是不久前当局已通报发现了首次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 另有5名中国专家结束在越南的考察后回国 入关时被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感染的正是印度流行的B1617病毒株 对此华尔街日报评论到 正是病毒变异加疫苗缺位 使得亚洲部分地区再爆疫情 所以这个病毒的变异 突变 在自然界正是存在的 所以现在对我们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 我们虽然已经有一些疫苗上市了 我们虽然有一些疫苗已经是很多人聚生的疫苗 我们对一些早起的一些新冠的病毒 都能提到一定的防护的效果 但是这个突变的这个病毒 我们这些疫苗对它有没有效 现在还没有 世卫者还没有解论 所以这个突变的病毒 所以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大的挑战 变异病毒种类繁多 毒性强 传染性也强 导致日本新增病例持续走高 成了亚洲除印度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现在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仅剩50多天的时间了 在此期间 日本的防疫措施 疫苗接种将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 而奥运会是否将会如期举办 举办过程中 对参与者及当地民众的防疫保障 能做到几分 这些对于日本政府而言 将是一场大考 据报道 最后才确定了就医地点 据他的主治医师表示 这名患者已经处于重症阶段 由统计显示 截至5月18号的一周时间内 日本新增的变异病毒感染患者 达8760人 自5月18号至22号 日本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单日新增均超5000人 疫情爆发期间 日本多地都出现了床位告急的情况 在大批被迫居家治疗的感染者中 已有人不幸逝去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大阪府医院床位告急 重症病床的使用率高达99% 在日本主要承担这些新冠患者的 医疗机构主要是公立医院 但是公立医院的数量很少 在全国只占五分之一 大部分都是私立医院 但是私立医院又不愿意接受 新冠的重症患者 所以实际上是 很多的患者都是集中在公立医院 所以导致了公立医院的 医疗资源比较缺乏 其实一些日本的地方政府 它是建立了一些方舱医院 就是增加了新冠治疗的点 但是总体的增加的数量很少 它是远远满足不了 那么多的新冠患者的治疗的 最近奥组委要求500名护士到奥运现场 这已引发了全国护士的强烈抗议 对此东京医疗从业者协会 还向奥组委提交了一份 真实取消奥运会的请愿书 这份请愿书在9天内 征集到了35万人的签名 5月17号 朝日新闻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43%的受访者希望奥运会被取消 还有40%的人认为 奥运会应该再度推迟 两项相加 相当于反对奥运会 今年举办的受访者达到了83% 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支持率 达到了历史谷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在日本在全球的大流行 所以国家奥运会 把这个决定 把下级奥运会推迟一年 那么到今年继续举办奥运会 对全球的抗议 对日本的社会和国家 对我们全球的运动员 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甚至是一个太不确定的事情 于7月23号开幕的 东京奥运会和藏奥会 将吸引数万名运动员和教练 前往日本 但不允许海外观众到场观赛 日本政府表示 奥运选手将被要求 严格遵守新冠疫情指导方针 包括每日检测 以及与公众隔离 违规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1964年东京奥运会 让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 站起来了 创造了所谓的 日本经济复苏的这样一个奇迹 那么最近的20年 日本所谓的失去了20年 非常需要通过这次的 东京奥运会 再次走出这样一个阴影 日本某种上是一种 第二次的复兴吧 所以日本的当局 日本的政府 对这次奥运会充满了期待 所以拉北信 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安全 所以民众之间和政府之间 它的期待要求是不一样的 的确 日本经济状况目前并不乐观 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显示 2020财年日本实际GDP下降4.6% 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3.6%降幅 是1995年日本经济到达巅峰值之后 可比范围内的最大降幅 下令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动自卫队 征召了上千名自卫队编制的医护人员 在东京和大阪各设立了一座 大规模集体接种中心 当天一早 接种还没开始 很多希望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就前往指定场所排队等候 71岁的上班族杜边文光说 他在东京的疫苗中心完成了首次接种 他说如果80%至90%的人口 接种了疫苗 我认为我们可以顺利举办奥运会 但是这个目标似乎难以实现 因为在此之前 日本完成的两剂疫苗接种的人数 不到总人口的2% 日本这个国家 它的疫苗接种比较缓慢 最大的问题 我想是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 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部的这些规律 它的严重性 可能还是认识别 甚至还有错误的认识 就是这个疫苗 可能起不到保护 甚至会有严重的辅助 第二个政府的登医员的能力 这个不到位 遇到这个情况 需要国家政府呢 走去这个脑壁线 来去科学的反抗 据说疫苗也好 采取防抗措施也好 这个政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 它这个疫苗是取诚的和进口的 它自己没有疫苗的生产能力 另外 所以它这个疫苗在日本的批论的 和使用的程序时间都比较缓慢 变异病毒肆虐 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日本反对党党首之野兴南称 如果坚持举办奥运会 那么奥运会或称为新冠病毒博览会 那将是不可接受的 鉴于日本疫情的严重性 5月25号 美国国务院发布最高级旅行警告 建议美国民众不要前往日本 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意见也说 即使完成全面接种的个人 到日本旅行 仍有可能感染 并传播新冠变异病毒 尽管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 美国此举和东京奥运会 以及参奥会没有关系 但是美国彭博社评论到 美国这一行动 是向奥运计划提出了新的疑问 对于为举办东京奥运会 而说服国民和国际社会 苦苦奋战的日本政府而言 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打击 疫情的反扑 再次让人们意识到了 疫苗的重要作用 尽管新冠病毒在变异 现有的疫苗一时之间 还无法验证 是否对变异后的病毒依然有效 但是一些国家的数据 也表明了疫苗对抑制重症 和死亡案例十分有效 而且欧洲和美国 也正是因为大规模的接种疫苗 才降低了感染病例 但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 却大部分国家都缺少疫苗 那么接下来 亚洲国家该如何抗疫 亚洲又会因为疫情 受到怎样的冲击呢 亚洲大部分国家 接种疫苗的形势不容乐观 截至5月25号 日本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 占总人口的2.3% 菲律宾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 为总人口的0.9% 越南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 不到总人口的1% 而印度也仅有大约3%的人口 完全接种疫苗 尽管截至5月中旬 以色列 阿联酋 新加坡等国的 疫苗接种人数 已超过了30% 但是亚洲整体疫苗接种率 仍大幅落后于欧美 而且低于全球8%左右的平均水平 亚洲疫苗接种 为何陷入困境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疫苗根本就不够 除了中国 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并不具备开发或生产疫苗的能力 导致他们必须等待 来自国际市场的疫苗发货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 尽管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也在全球经济当中 占据越来越大的主导地位 但这场疫苗竞赛表明 亚洲地区在制药行业方面 仍然落后 作为世界市场上 关键的生产制造基地 亚洲各地疫情持续发酵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 显然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越南5月25号新增确诊病例447起 原因是北部北宁省和北江省的工业区 爆发了感染群 北江省的四个工业园区被暂时关闭 其中三个工业园设有富士康工厂 而富士康位于印度的工厂 此前也曾爆发大规模感染 有一百多名富士康员工 被检测出新冠阳性 由于许多工人因感染新冠病毒 被迫离职 富士康印度工厂iPhone 12产量 已下降5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全球前五大手机品牌 三星 苹果 小米 OPPO Vivo 都在印度设有生产线 或通过代工生产 且比重逐年扩大 有经济界人士认为 亚洲几大制造业中心 爆发的新冠疫情 可能会冲击全球供应链 我们看到疫情确实人员流动在减少 但是货物都是在增长的 全球由于人类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大量是通过 像跨境电商 通过这种物流的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全球化应该来讲并没有停止 它是一种新的方式在转型 那么现在我们担心 疫情可能要常态化 所以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都会调整 刚才讲全球供应链 可能要缩短 要分散化 多元化 强调它的韧性 自主可控 这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间隔现象 经济要复苏 首先要控制疫情 在今年这波疫情肆虐后 亚洲各国很快大力推进 疫苗接种计划 韩国拥有5200万人口 政府计划到9月份 为至少70%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日本政府计划自本周期 阶段性增加接种人数 并逐步扩大接种地区 最终实现日均为15000人接种的目标 印度自5月1号起 其实施的伟大的印度疫苗接种计划 开始覆盖印度全国 18至44岁年龄段的数亿人 涉及人口规模非常庞大 为提高疫苗产量 莫迪政府不仅决定帮助两家国内制造商 还向外国制造商开放进口 为进口和分销第三种疫苗 俄罗斯生产的卫星微疫苗扫清障碍 中国疫苗接种也跑出了中国速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最新通报 截止2021年5月23号 31个省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51085.8万剂次 从1亿剂次到5亿剂次 每增加1亿剂次接种所需要的时间 从25天到16天到9天再到7天 不断缩短 中国各地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 正在有利有序进行中 此外 为了避免出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 之间的免疫鸿沟 联合国开展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其目标是到2021年底 为贫穷国家 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20亿剂疫苗 中国在去年10月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承诺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捐助1000万剂疫苗 截至5月中旬 中国已向全球供应3亿剂疫苗 是全球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另据报道 欧盟出口了1.11亿剂疫苗 俄罗斯出口了2700万剂疫苗 就连疫情4月的印度 在3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出口了6045万剂疫苗 相比之下 美国一直在疫苗问题上 施行美国优先的原则 囤积了约12亿剂疫苗 全国超过48%的人口 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 仅向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 出口了约420万剂疫苗 美媒称 到7月份 美国三家药厂 辉瑞 莫德纳 和强生的每月疫苗产量 可达到1.5亿至2.5亿剂 这意味着 美国国内的疫苗产量 已远远超过国内所需 近日 美国Vox新闻网站刊发一篇题为 美国现在应该立即捐赠疫苗的文章 指出美国新冠疫苗过剩情况惊人 如果美国不尽快向世界提供这些疫苗 这将是道德上的暴行 迫于舆论压力 美国政府在5月17号宣布 将在今年6月前 共向海外提供8000万剂疫苗 美国会向海外提供8000万剂疫苗 这将在今年6月30万剂疫苗 这将在夏秋月30%的疫苗 这将会更多疫苗 每个国家都共用了 五次多 这将是一个经历的时刻 而且需要美国的 leadership 美国虽宣布提供8000万剂疫苗 但这其中有6000万剂是阿斯利康疫苗 而阿斯利康疫苗还未获得 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批准 出口仍遥遥无期 不少分析指出 美国的疫苗承诺可能仅限于表态性质 此外 美国的疫苗价格不菲 除了捐赠之外 如果美国真打算出口的话 发展中国家也很可能买不起 对于美方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得会上表示 我们欢迎其他有条件 有能力的国家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促进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和使用 与美国不同 中国不会用疫苗影响或领导世界 更不会空喊口号 不行动 中国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 挽救更多的生命 5月21日 全球健康峰会在罗马举行 多国领导人 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或代表 以视频方式参加 相聚云端 共同商议 抗议国际合作等问题 峰会重申 在所有国家都能控制住疫情之前 疫情不会结束 古罗马哲人赛涅卡说过 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 在疫情面前 富裕国家必须放弃疫苗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全球人民必须同舟共济 只有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才能最终战胜疫情